1990年4月5号早上5点48分 一辆旅客列车由上海铁路区上海机务段的ND2型内燃机车的牵引之下 缓缓驶入了位于上海市渣北区的特等车站上海站 这次列车是从合肥开来的87次旅客列车 列车到站之后 隶属于上海铁路区 邦步铁路分局 邦步列车段 某包乘组的列车员们 打开车门 组织乘客下车 下车的乘客呢 要不背着 要不拎着 各自的大包小果的 在上海站的到达广播的直言之下 都往车站出口地道涌了过去 本物机车呢 也摘钩而去了 留下客车的车底 等待返程 87次旅客列车呀 是属于上海铁路区 邦步铁路分局 邦步列车段的 趁着这个档口 组织完乘客乘将的包乘组列车员们 就开始清扫客车车底的卫生 清扫工作进行到六点左右 负责清扫的列车员 在87次旅客列车车底的六号 硬坐车厢 113和114号 座位上方的那行李架上 发现了一个草绿色的 帆布旅行包 在六号和七号 硬坐车厢的连接处呢 发现了一个塑料编织袋 这包跟这袋啊 都没人认领 还散发出来了 一阵阵那种腐肉 才会发出来的腥臭味 列车员也害怕呀 不敢自行开包 所以呢 叫来了城景 城景来到现场之后 把这两个包 集中在一起打开 结果让在场的人 倒吸一口凉气 这俩包里啊 躺着的是树段 已经被肢解的人体残肢 当时女列车员 嗷唠一声可就叫起来了呀 城景呢 立刻用对讲机 通知站台上的 上海站派出所 直亲民警 立刻通过上海站派出所 向上海铁路公安局 和邦步铁路公安处 报告情况 邦步铁路公安处 在清晨六点二十分 接到汇报之后 立刻抽调行政科 和计政科的精干警力 搭乘旅客列车 赶往上海 参与现场勘察 和案件调查工作 在邦步铁路公安处的 同志们到来之前呢 上海铁路公安局的 行政计政人员 在时任上海铁路公安局 分管行政的副局长的 带领之下 六点四十分赶到现场 进行先期勘察 还有相关人员的查访工作 勘察结果 一号包就是那草绿色的 帆布旅行带 长五十五厘米 那包身上啊 还有上海字样 还有大楼的图案 估计您各位能脑补出来啊 就过去老式的那种旅行包 包里面装有人体髋关节 到膝盖关节部位的大腿部分 一共是两截 一截左边 一截右边 肩关节至手掌处的手臂部分 是三截 膝关节到脚掌处的小腿部分 是两截 脚上呢 还穿着一双蓝层带底的尼龙袜 包里面呢 还垫着一张解放日报 是1988年12月25日 五至八版那一张 二号包呢 就是那塑料编制袋 是双精牌的 五十厘米长 这包里面呢 装着两截 用塑料薄膜袋包裹着的 从胸部截断的人体躯干 另外 有一个牙膏盒 是天津产的蓝天牌 还有一个纯迪伦的线盒 是武汉产的方圆牌 以及宿州市民政福利县厂 产的迪伦线盒一个 同时还有一块土布 是紫色白色和黄色三色相间的 长70厘米 宽59厘米 有一条棕色的棉三角短裤 这两个包裹里面 尸块不少 但是都没有发现头颅 现场勘察结束之后啊 尸块就被送往上海铁路公安局 进行尸检 通过尸检发现 尸块没有明显的外部特征 皮肤触感光洁 手上的没有老茧 躯干胸口部位有胸毛 大腿上有稀稀疏疏的黑色毛发 尸块截面上 有爆花跟霉屑 躯干腹部解剖之后 发现胃里面的有400克米饭 肉丝 韭菜 还有笋 等食物的混合物 后来找这87次列车啊 来问问这餐车上有没有供应这些饭菜啊 说没有 尸块的总重量是50.5公斤 根据尸检证实 所有尸块都是同一个人的人体组织 没有透露 死者的血型是B型血 年龄35岁至38岁之间 身高是1米7左右 死亡时间在20小时之内 根据为内容物来推断 这顿饭呢 是死前3小时左右吃的 推算具体的死亡时间是4月4号上午9点到晚上11点之间 从肢体窗面来看 分尸工具至少有两种 有一种是单刃刀 为什么这么判断 是因为有一块尸块断面的那个地方 发现了一片金属碎块 像是刀刃的一部分 第二种分尸工具呢 是砍东西用的锐气 比如斧子之类的 当这邦步铁路公安处的同志们抵达上海之后 上海铁路公安局和邦步铁路公安处的行政计真人员 在4月5号晚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对案情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同时决定成立四五杀人碎尸案专案组 由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助理担任组长 邦步铁路公安处行政副处长担任副组长 具体案件办理呢 由上海铁路公安局行政科科长全权负责 一共抽调了四十余名精干警力 组成访问组 调查组 布网排查组 技术组和材料组 投入到案件的侦破之中 专案组经过案情分析之后认为 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特大杀人碎尸案 抛尸力点呢 应该是在邦步站或者是合肥站 死者应该不是农村人员或者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员 城市或城镇人员的可能性比较大 死者应该是居住在邦步合肥 或者是外地来邦步或合肥的人员 尸块上没有明显的搏斗伤痕 应该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被杀害的 那么就推测 凶手应该是死者生前的熟人 装尸块的塑料编织袋里 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产地的缝纫机线盒 这说明死者或者罪犯家里边啊 很大可能有从事缝纫职业的人员 从尸块的重量来看 有比较大的可能啊 是两人以上作案 当然了也不排除一人作案的可能性 万一人家身强力壮 人高马大呢 尸块断切口窗面上沾染的爆花 还有煤蟹说明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应该是在具有爆花煤蟹等物品的单独的居室里面 并且第一现场离抛尸地点不远 推测案犯应该是蹦步或者是合肥本地人有单独居住的条件 根据分析结果 专案组也确定了工作方向 第一查找事员查明死者身份 第二对4月4号晚上合肥站 蹦步站和87次旅客列车的铁路职工 以及身处在案发车厢的部分乘客做进一步的访问调查 确定抛尸上车的时间点 第三向安徽省公安厅 合肥市公安局和蹦步市公安局 通报案情引发协查通报 查找死者头颅以及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 第四在蹦步合肥两地严密排查 具有作案条件的嫌疑人 4月7号下午3点 蹦步市空压机场工人前月中来到了蹦步市公安局报案 说他哥哥前夕中 4月4号下午2点半左右 骑着自行车离开了位于蹦步市 胜利西路66号四单元7号的住处 前往蹦步市证券交易市场做生意 可是到现在也没回来 平时这前夕中甭管出去多远 只要在蹦步市内准会按时回家吃饭睡觉 根据前月中提供的基本情况 前夕中当年38岁 无业未婚身高1米73初中文化 毕业之后在蹦步空压机场干了八年的集体工 后来停薪留职之后啊 又做倒卖旧自行车和国库券的生意 这个人呢性格孤僻 言语不多 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 并且特别固执认死理 又精于算计 斤斤计较 各位想啊 这么一个人免不了跟别人发生矛盾 前月中啊 还说了一事 说当时我们在找我哥的时候 听见于胖子说 事先有人约我哥 做一笔兑换9000元国库券的生意 我哥4月4号出去 就是为了做这生意 外出之前呢 我哥在家里还吃了午饭才出去的 警方一听立马来兴趣了呀 吃的什么呀 吃的竹笋炒肉 炒韭菜 蛋花汤 还米饭 你看 这就对上了 前月中提供的情况 跟这尸块尸检结果 有很多吻合之处 专案组当时派出技术人员 赶往前夕中家 从他家里的大衣柜的抽屉里 找到了一个信封 还有一张发票 在这信封和发票上 各提取了一枚指纹 交给纪真科对比之后 发现这两枚指纹 和尸体左手中指 以及右手食指的指纹 完全吻合 至此 食员已经完全确定了 死者就是前夕中 并且进一步确认 凶犯的抛尸上车地点 就是在邦步站 因此 这嫌疑人呢 很可能是邦步本地人 包裹尸块的物品呢 应该是凶犯个人所有的东西 死者的遇害原因 可以排除仇杀和情杀 很大可能是谋财害命 凶手很可能熟悉证券交易 并且和这前夕中是熟人 最起码是认识的 专案组随后调整部署 把主要力量都集中在了 邦步市范围之内 重点就放在邦步市区 东部和东区的全部 重点方向是什么呢 第一 严密控制证券交易市场 把排查对象重点签定在 倒卖票证的人员之上 第二 对现在还有过去从事倒卖证券 的人员进行查访 尤其是查访4月4号 与前夕中在交易市场 接触过的这些倒卖人员的情况 第三 派出五名特勤人员 打入交易市场明察暗访 第四 重点要找这前家人提到过的 那个鱼胖子 4月8号上午 鱼胖子呀 被传唤到案 根据他的叙述 4月4号下午两点左右 他看见前夕中 在证券交易市场 跟两名女同志谈话 随后呢 又跟一个大个子走了 专案组就在4月8号傍晚 传唤到了那两个和前夕中 谈话的女同志 这俩女同志啊 就跟专案组反映 说那天下午两点左右啊 确实跟他在交易市场谈生意来着 后来一个大个子过来 把他就叫走了 这大个子呀 我们在那天上午还见过呢 当时那大个子跟一个小个子在一起 不过下午的时候就没见着那小个子了 尽管不知道这大个子姓甚名谁 小个子又是谁 但是至少现在知道有这么俩人 一个叫大个子 一个叫小个子 4月9号上午 在两名女同志的指认之下 专案组在证券交易市场把那小个子就抓住了 经过审讯 这小个子 这小个子 真名啊 叫张奇 他交代说 4月4号上午9点左右 他在证券交易市场遇到一个戴眼镜的男的 也就是大个子 大个子自称有9000元国库券 还有公债 着急脱手 张奇一看 哎呦 这一买一卖啊 能挣不少钱呢 但手头上啊 没有足够的现钱 就把前夕中介绍给了大个子 前夕中跟大个子谈好了价格 约定当天下午 由前夕中带着现金来交易所成交 但后来 这小个子始终就没见着前夕中 跟那大个子这俩人 根据专案组查证 张奇的供述是属实的 所以排除了张奇的作案嫌疑 而把全部的嫌疑 就集中到了最后跟前夕中在一起的 那个大个子身上了 在随后查访工作之中啊 蹦步车辆段职工 跟专案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4月4号深夜 他在蹦步站的3号站台上 看到一个大个子 拎着俩包戴着眼镜 登上了87次旅客列车 这个人的体貌特征 跟专案组掌握的那个大个子的体貌特征 很相似啊 直到4月14号 专案组在合肥 安庆 陆安 梧桐等地 布置警力 明查暗访 在蹦步市内的四驱三线 做了全面补控 一共发了750份协查通报 查访相关人员77人 筛查嫌疑人46人 最终啊 4月14号上午11点 在蹦步市证券交易市场 发现了一个戴着墨镜的 正准备离开的大个子男子 一看果不其然 就是他 侦察员早就乔装打扮了 立刻呀 就以兑换国库券的名义 把他拦住了 随后带回局里审查 这大个子真名叫宋勇 十年33岁 家住蹦步市国府街29号 原来呢 是蹦步酒精厂的工人 曾经因为伪造货币 被蹦步市公安局 劳教一次 后来又劳改一次 在接受审讯的时候啊 宋勇神色很慌张 说话是前言不达后语 吕春不对马嘴 故左右而言他 多次试图强行逃脱 越这样越证明有问题呀 专案组对宋勇 依法进行刑事拘留 并且4月14号下午 对宋勇的住处 进行突击搜查 一进屋啊 好家伙 地板上墙上啊 桌子上椅子上 都有着大量的血迹 地面上还有好些个没擦干净的 带血的鞋印呢 有一部分墙面啊 有重新粉刷过的痕迹 屋子里还发现了爆花和霉屑这些物品 在宋勇家的写字台里 一共发现了现金国库券和公债券 价值总计一万八千九百元 一部分票面上还有血迹呢 在宋勇家提取到的所有血迹送检 鉴定结果是B型血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DNA检测呢 B型血 这跟死者前夕中的血型是一致的 另外 在宋勇的住处 还搜出了青灰色夹克衫一件 咖啡色长裤一条 还有一件上衣绿色的自行车坐垫一个 以及一堆刚拆下来的浅棕色的毛线 这些东西经过前夕中家人辨认 确认这都是前夕中在4月4号外出的时候 他所有的穿戴之物 另外 在宋勇住处 搜出了铁榔头一把 菜刀一把 菜刀上有明显磨过的痕迹 刀刃上还有两块缺口 还有一把斧头 上面沾有血迹和毛发 经过鉴定 菜刀刀刃的金属材质 和尸块上发现的金属碎片材质 属于同一材质整体 据此能认定 榔头 菜刀跟斧头 这都是杀人和碎尸的作案工具 宋勇的住处啊 可以认定为是杀害前夕中的第一犯罪现场 在经过三十多个小时车轮战事的突审之后 宋勇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了 当然放到现在啊 像这种车轮战事的审讯是不可以的 但是在过去是没有相关规定的 这个方法呢 也是行之有效 在专案组摆出了大量证据之后 这宋勇啊 知道赖不过去了 就供述了他谋财害命 残忍杀害前夕中的全部犯罪事实 1990年4月4号 上午9点左右 宋勇呢 在邦布市证券交易市场遇到张琪了 说有9000元国库券和公债券要脱手 并且要的很急 但张琪因为手头上没那么多现金呢 就把宋勇介绍给了前夕中 而前夕中跟宋勇啊 他也不是陌生人 因为在之前 俩人曾经一起倒卖过自行车 是老熟人了 俩人很快就谈好了成交价格 约好了当天下午 前夕中带着钱到交易市场见面 然后一起去宋勇的住处 一手交钱一手交券 下午6点左右 宋勇来到交易市场 当时前夕中正好跟两名女同志在那聊着呢 宋勇上去啊 跟前夕中打招呼 随后前夕中骑着他26寸金石牌自行车 跟着宋勇的自行车就来到宋勇的住处了 国府街29号 进屋以后 宋勇取出7200块的国库券 还有1800的公债券 要求按照上午谈好的价格成交 而前夕中啊 老毛病又犯了 斤斤计较 精于算计 突然变卦了 要求价格啊 再往下压抑成 这让宋勇气不打一出来呀 俩人就吵起来了 前夕中最后说不谈了 我也不要了 收拾东西就要走 宋勇呢 赶紧就说 行 那就按你说的价格 趁着这前夕中 得意洋洋的数着国库券呢 已经动了杀心的宋勇 抄起来 放在椅子边的铁榔头 对着前夕中的脑袋 可就砸了一榔头 猝不及防啊 前夕中挨了一榔头 当时就懵了 一手捂着呼呼流血的脑袋 一手就想反抗 宋勇随后朝着前夕中的脑袋 又砸了第二下 并且把前夕中 按倒在了桌子旁边的地上 前夕中当时啊 疼得都不行了 救命救命啊 他呢 大声的呼救 宋勇就怕前夕中 再把人给招来 用双手掐住前夕中的脖子 这前夕中呢 一口就咬住宋勇的左手中指了 还把他手指头给咬伤了呢 这宋勇是彻底杀红了眼了 当时左手掐住前夕中的脖子 右手从那小方桌上 抄起一把菜刀 一刀就把前夕中的脖子给割断了 接着对着他脖子右侧 猛砍两刀 直接就把前夕中的头 整个砍了下来 杀人以后 他先把前夕中的头啊 放进了一个黄泥盆里面 用一个那铝锅盖啊 现在很少见了 过去很多是用那种铝制锅盖的 用这锅盖盖上 随后用拖把水管 冲洗喷溅到地面墙面 还有桌椅板凳上的这些血迹 再之后呢 宋勇脱下来身上的衣服 换上了他父亲的铁路制服 他父亲呢 是退休的铁路职工 然后把自己带写着衣服 泡水盆里 再脱掉前夕中的夹克外套 从衣兜里面掏出了8150块钱现金 放进抽屉里 把死者的金尸牌自行车 推进大门 放在过道上锁上房门 若无其事的去父母家吃晚饭去了 这心态是真好啊 晚上8点左右 宋勇从他爸妈那儿 拿了一个陈旧的草绿色帆布旅行袋 又从泵部站对面的商店 花了5块钱 买了一个中号的编织袋 回到住处以后 宋勇把这前夕中的躯干 把身上的这衣裤就都拔下来了 只留下了一条棕色的棉三角短裤 还有一双蓝底带花的袜子 随后用彩刀斧子 把尸体分成了八件 两件大腿 两件小腿 两件手臂 塞进了那绿色的帆布旅行袋 之前这里边呢 铺了一张解放日报 两件躯干 用透明塑料袋包好了 套上蛇皮袋子 一起又装进了这红白格的塑料编织袋里 在上边又盖上了牙膏 缝纫机线盒 还有一块土布 晚上十点左右 他把这俩包用自行车带着 推到了小南门道口 进入泵布站 三号站台 因为他穿他老子的那铁路制服呢呀 所以这一路上畅通无阻啊 大伙看见他都以为是同事啊 这宋勇呢 就准备把这尸块啊 抛上停在六道的一趟空的客车车底上 但因为当时车上有列车员在清扫 这事就没干成 到了晚上十一点二十 当八十七次旅客列车 进入泵布站三站台 五道停车之后 宋勇拎着这俩装十块的包 就从六号车厢上去了 把这帆布包啊 放在了靠车厢运行前端的 113114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 把那个编织袋呢 放在了117号座位下边 然后就下车 回家若无其事的睡大觉去了 四月五号早上八点 宋勇起床以后 把前夕中的头从那黄泥盆里边拎出来 用斧子 把头颅的面部就把脸给砍下来了 之后呢 就把这脸还有剩下的那块头颅 一起塞进了家里的一个坛子里 这坛子直径二十八公分 高三十二公分 坛口直径是二十二公分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得把脸砍下来 你要整个脑袋往里塞塞不进去 把这两部分头颅都塞进去之后 在坛子里啊 又塞了几块断砖 然后呢 把死者带血的衣服 袜子手套 一块塞进坛子里 用一块捡好的编织袋的片 封住坛口 塞进了一个红白蓝相间的编织袋里 放到自行车车架上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 骑车到了迸布淮河公路大桥 从桥中段东侧 把坛子就扔进淮河里了 根据宋勇的交代 专案组啊 组织专业人员 四月十六号 把沉在河道底部的 装着死者头颅的坛子 打捞上岸 把这坛子砸碎了 一看果不其然 是千锡中的脑袋 至此 这其惨绝人寰的四五杀人碎尸案 在经过十一天的紧张砍办之后 成功告破 2017年7月20号晚上 河北省秦皇岛市 那天上是哭叉叉哗啦啦 又打着雷 又下着雨 这是在当地啊 这么多年非常罕见的暴雨 各位 通常咱们的节目一聊到 电扇雷鸣 哭哭下雨 这就证明要出大事了 这么恶劣的天气 大家呀 都是能回家的赶紧 我家里边谁也不出来了 但是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六大队的民警们 休息不了 他们呢 来到了102国道 山海关长寿山路口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 因为接到了一起 来自医院的报警 报案的呀 是山海关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 当时呢 是有人发现 说有人呢 在路上躺着 就打了120了 后来呢 发现这是个小伙子 骑着电动车 在这经过打的120 120把人拉到了医院以后 这才打的110报警 报警的医生就说呀 这小伙子路过的那儿啊 可能是个交通事故现场 当时那小伙子赶到的时候呢 那伤员呢 就躺在公路上的 照市车辆已经无影无踪了 到底被谁撞的 不知道 120急救车 把这伤者拉走之后 不久 这暴雨 可就下来了 暴雨之中 为了保护好现场 民警呢 赶紧就设立了警戒线 也在那戳好了指示牌 打开灯光 让这个过往的车辆啊 进行避让 警方呢 赶紧下去看看现场什么情况吧 这一下去 哎呦 别说是身上湿透了 这心里呀 也湿透了 这场暴雨 给现场勘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因为这雨太大了 事故现场呢 又是在一个坡道上 除了找到了两只鞋子之外 那大雨是把这路面冲刷的干干净净 只有两只那白色的运动鞋 是布面的哎 网面的那种运动鞋 现场呢 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刹车痕迹也没有了 事故产生的碎片 那刚是没有了 为了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民警们呢 就认认真真的搜索了周围几百米的路面 可是 什么遗留物也没有 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到 这雨 呼叉叉的是越下越大 民警一遍又一遍的找吧 找了半天 还是没找着 交通肇事逃逸的案子呀 现场遗留物品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 你冲走之后找不着了 你就还原不了之前的案发情况 最终两个多小时 在那勘察来勘察去 四个字 一无所获 这时候呢 到医院急救中心进行调查的民警 打来电话了 哎呦 不好了 这伤者呀 抢救无效 已经在零点左右的时候 死亡了 现在这一下 更不好说了 死无对证 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来看 伤者主要的伤 还是在头部 伤者一死亡 本身这是极其不幸的事情 更主要的呀 也增加了事故调查的难度 咱们国家呀 对这种交通肇事的破案率的要求 基本上就是你得百分之百破案 同时呢 也基本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破案 这得益于现在日新月异的啊 不断进步的行政科技 这种天网系统 发现了逃逸的案子 警方呢 也会成立专门的破案小组 于是这个案子也立刻成立了专案组 这一夜侦查 也没带来什么进展 现在时间很紧迫 你要是不加快侦破进度 那么这个逃逸者 很可能就会对肇事车辆进行伪装 比如重新喷个漆呀 或者重新进行彻底的清洗呀 进而进行一个深度的隐藏 哪怕最后他车不要了 第二天一大早 这一起来呀 天可就是一片晴朗 万里无云 今天天气好晴朗 铃儿响叮当 嘿响叮当 是看着万里无云 市民们心里痛快了 但这警方啊 他心里还是不对味啊 倒是一看 这天也晴了 得了 咱们第一件事 还得重新回到现场 重新进行勘察 仔细对周边的环境啊 对周边的监控录像啊 开始仔细的摸牌 虽然呢 对现场进行复刊 也没什么收获 但是事故现场几十米之外 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却记录下来了 在这暴雨来临之前 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据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晚上呢 一辆从西往东行驶的大货车 和对面行驶的两辆大货车啊 就交汇之后 明显就感觉跟在他后边的车 开始避让了 通过车辆灯光 就隐约看见道路中间有个黑影 好像是躺着一个人 但是现场没有路灯 录像的清晰度呢 也不是很高 警方啊 也只能大致分析 应该就是在这儿发生了事故 咱们大伙都知道 但凡要下大暴雨了 通常之前先是刮大风呼呼的 当时风速很快 再加上监控摄像头距离也比较远 从画面上呢 也看不清楚大货车的牌照 经过反复的辨认 终于发现了这辆车的一个明显特征 前边不是俩大车灯吗 有一个不亮了 而且后边啊 他这车上装载的是铁管 根据这些特征 民警呢 就沿着肇事车辆可能逃逸的路线 调取了沿路上所有的监控资料 最终在秦皇岛东高速路口的监控画面上 发现了一辆车 装的货物呢 也是铁管 同样是右侧大灯坏了 民警怀疑这辆车就是肇事车辆 在高速路口把这车的车牌号拍的那是清清楚楚啊 一看这车牌子呢 是葫芦岛的车牌 其实啊 车主还不是葫芦岛人 车主呢 是吉林人 警方啊 就赶紧联系他 但是呢 这车主人已经回吉林了 赶紧又从吉林开回来 按照警方的要求 这肇事车辆的驾驶员 还有车主 很快就来到了警队 可是车主和驾驶员 给了警方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驾驶员就说呀 当天晚上我路过那的时候 因为视线也不好 我恍恍惚惚的就看见有一个黑影 在那路的一边啊 冲我这车就冲过来了 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撞上了 我也不确定那黑影是不是人 我往前开了差不多一公里左右吧 就停在路边了 当时呢 我也跟我哥啊 说的就这车主 反正呢 就说了这事 商量完以后啊 我们还下车来看过呢 然后还报了警了呢 嗯 报了警了 可警方没接到他们的报警啊 难道这车主和司机是在撒谎 不过你要没报警 你跟警察说我找过你们了啊 我报了警了啊 那一查不就查出来了吗 按照车主的描述啊 民警查询了事故当天晚上的全部报警记录 但是秦皇岛110122报警台都没有记录车主报警的信息 当民警再次询问车主的时候 车主啊 才猛然想起来自己的行驶路线是经过河北辽宁最终抵达了吉林省 当天晚上他们停车以后因为天气不好视线也不好 他们以为车呢已经开出河北进入辽宁的葫芦岛市了 于是把报警电话打到了葫芦岛 而且呀 俩人还记得电话里面接警的接警员呢 还提示过他们说你们呢 要仔细查看可能出事的路段啊 确定一下到底是在哪出的事 这时候 秦皇岛民警呢 赶紧联系葫芦岛市的报警台 这一查还真查到了 确实他们报了警了 车主和驾驶员呢 都说他们曾经返回事故地点进行查看了 可没有看到伤者 那么这回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们是不是真的回去查看过呢 为了弄清楚真相 民警又调取了大货车停车路段附近的道路监控 在画面里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当天晚上9点26分48秒 大货车慢慢的停靠在路边 晚上9点37分58秒 有人拿着手电筒就往回走 晚上10点钟拿着手电筒的人又返回来之后开车呢 就离开了 的确 这驾驶员和这车主没撒谎 他们还真返回来看了看 但是啊 回来之后120已经把伤员拉走了 事已至此 赵氏车辆虽然找到了 但是办案民警却并不轻松啊 在事故中受伤的行人究竟是如何被撞伤的 很难查清楚啊 因为这起事故太反常了呀 那么都有哪些反常的情况呢 那么从这些反常里又能推导出来哪些线索呢 上期节目咱们也说了 警方一看这个事故啊太反常了 当天天气那么恶劣 暴风雨来临之前大风呼呼的呱 那吹在脸上跟小刀子在那拉似的 一个行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么偏僻的事故现场呢 事故发生之后 为什么他的家人又迟迟没有出现呢 民警在医院就了解到一情况 120急救车把伤者接到医院之后 医生在进行抢救的同时 第一时间就打通了伤者家人的电话 当家属赶到医院的时候 伤者已经死亡了 一般来说啊 家属过来之后看见亲人这么凄惨的离开人世 那得是哭天抢地啊 他这心里接受不了啊 你也得赶紧联系交警处理事故啊 可是这个伤者的家属来了 很冷静的办了一些必要的手续 就走了 也没有联系交警处理事故 人命关天呢 为什么家人表现的这么反常呢 为了解开这些疑点 专案组的民警决定重新的梳理案情 事故当天晚上啊 赶到医院的民警呢 也第一时间查看了死者张某的尸体 提取到了死者的身份证和手机 身份证显示 死者姓张 34岁 是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屈人 民警这时候拿过来他的手机打开看看吧 有没有跟谁联系啊 啊 这通话记录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这一看还真有异常情况啊 通讯录上只有两个手机号 只有俩人呢 各位 您翻翻您的通讯录上有多少人呢 只有两个人 你就再没有朋友 好歹有家人吧 是吧 你在社会上生活 你好歹有一些社会关系吧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只有两个人 再分析这俩人吧 一个姓杨 还有一个呢 上面写的不是名字 而是写着妻子 难道死者生前谁也不认识 全世界70多亿人啊 谁都不认识 就认识这姓杨的男的 还有自己的媳妇 自己的爹妈 什么兄弟姐妹都不认识 那可能吗 民警啊 在疑惑之下 立刻就和这通讯录上的俩人 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上午呢 这一男一女就来到交警大队了 这女人来了就说 是 我是他的妻子 那么这男的呢 自称是张某的表哥 这女的姓孙 男的姓杨 叫杨某风 民警啊 看到他俩的表现 哎呦 这心里啊 更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这两个人 一个是妻子 一个是表哥 这都是家人啊 看见家人死这么惨 他们既没有感到意外 说话的时候呢 一点也不悲伤啊 特别平静 就跟没事人似的 民警呢 就开始问他们 张某为什么从葫芦岛 来到山海关呢 妻子啊 就给了民警一个 看似挺合理的解释 他说呢 我俩打架了 然后他来山海关 旅游散心了 当两个人 接受完询问之后 要离开的时候 民警呢 多留了一个心眼 看看他们 哎 到底是怎么走的 去哪 这时候就看见 他们呢 上了一辆 黑色的奥迪轿车 当时民警这么一看 这家人挺有钱啊 开奥迪来的 而且车牌照 是苏 也就是江苏省的车辆 事故地点 是人际罕见的荒郊野外 据家属说 死者是一个人 来山海关旅游的 各位 哦 来旅游来了 马上下大暴雨 那大风已经呼呼刮上了 那不去景点里边玩去 来这荒郊辟领的 他他干什么来啊 啊 他是葫芦岛人啊 这个位置 本地人都很少去 而且 这张某也没有交通工具 他怎么到的现场呢 自己一个人 压马路压了这来了 那他得多有力气啊 带着这一问 民警呢 再次查看了事故现场附近的那处监控探头 通过监控画面 仔细查看了事故发生之前的状况 画面上呢 并没有行人路过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死者 不是步行到现场的 那么他是怎么来的 毫无疑问啊 有交通工具啊 那他是坐哪辆车来的呢 民警啊 就又开始搜索更早时间的监控画面 果然查出新的情况了 录像显示 事故发生前的晚上八点四十六分 一辆小轿车出现在事故地点附近 最终呢 停在了一个插路口 在这路口南侧呀 有那么一个小路口啊 但是进不去机动车 就是平时农村里边大伙下地走的那种小路 小土路 那么这辆小轿车 跟后来发生的交通事故 究竟有没有关联呢 因为这辆车呀 停了有半个小时 就停在发生事故的这一侧的道路上 带着这一问 民警就接着看 晚上九点十一分左右 从车上呢 下来一个人 摄像头离车辆很远 加上有大风呼呼啦啦 画面很不清楚 民警呢 也没法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者张某 但是明显这人出来之后啊 画面上有闪光 那种小红光 这代表什么呀 代表他下来抽烟来了 到了晚上九点十八分 也就是七分钟之后 这辆小轿车从插路口开了出来 随后就开进了马路对面 没有厂门的一个汽修厂的院子 几分钟之后 赵氏的大货车可就出现在了公路上 随后事故就发生了 据此判断 受害人张某应该是从那辆小轿车上下来的 因为这辆车停了有半个小时 事故发生之后 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三十五秒 一个骑电动车的年轻人来到了事故现场 他呢 看见道路中间躺着人 就把电动车呀 挡在了这伤者的西边 就提醒过往的车辆进行避让 事后证实就是这个年轻人拨打的急救电话 可是让民警疑惑的是 在事故发生十多分钟以后 停在汽修厂的这辆小轿车 就离开这了 向着东北方向一踩油门 呜啦一下 可就走了 通过实地调查 民警发现在小轿车停留的这个地点 能够清晰的看见整个事故现场 所以说 当时开这辆小轿车的人 是目击了整个事件的发生 那么这疑点就太大了 可以断定 先前从小轿车里出来的 就是后来受伤死亡的张某 为什么同乘一辆车 这驾驶员目睹事故发生 不管不问呢 为什么这么冷漠呢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事件的疑点呢 越来越多 想查明真相 必须得找到在暴雨来临之前 出现在现场附近的那小轿车 但是大晚上的又是那么个天气 监控视频那么模糊 不确定这车是什么车型 也不确定这车是什么牌照 警方呢 继续通过沿路的卡口的监控 来追寻车辆的轨迹 当追查到光线比较好的一处卡口的时候 画面变得清晰起来了 小轿车的特征那是一清二楚 这是一辆号牌为苏L的黑色奥迪轿车 那么赶在暴雨之前来到现场的 这辆黑色奥迪轿车 和那张某的妻子孙某 还有那表哥杨某开过来的那辆奥迪车 是不是有关联 是不是同一辆车 民警在意分析视频 发现呢 开着这辆到现场的奥迪车的正是张某的那个表哥 杨某峰 原来张某是被自己的表哥送到现场的之后就遭遇了事故 那么这背后会是巧合吗 哪来那么多巧合呀 随后民警对奥迪轿车的行驶轨迹展开了深入排查 发现这辆车从上午就从葫芦岛沿着高速来到秦皇岛 从秦皇岛的东口下的高速 在当时的监控画面里 副驾驶坐的这人和死者非常相似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 事故发生前连续两天 秦皇岛呢都是阴雨天气 这辆黑色奥迪轿车呀 哎也不是玩的 也不到什么正儿八经的地方 就在秦皇岛市周边来回来去的 经常出现在一些偏僻的 本地人都不会去到的一些地方 民警就觉得这杨某峰一定是在筹划着什么 在事故当天呢 这辆奥迪车驶下高速公路以后 还围着秦皇岛市绕了整整一圈 最后停在了山海关区的一家宾馆前面 查出来了这辆车了 也看了他的行动轨迹了 警方认为这车太不对劲了 于是又重新回到了 当时那辆小轿车停的那个小土道那进行勘查 这回查的是一寸一寸一厘米一厘米的在那查 虽然事故过去几天了 警管又经过了暴雨的冲刷 大部分的痕迹物证都没了 不过呀 警方经过细心的搜索 还是有了重大的发现 这回发现了什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重新回到了现场 尽管说经过暴雨冲刷 绝大部分的痕迹物证都没有了 但是现场有一些烟头 很多烟头啊 这说明当时开车的人跟坐车的人 在这停留过一段时间 还密谋过什么或者交谈过什么 一边抽着一边聊着 民警沿着这小路啊 就继续搜 忽然在杂草丛里呢 发现了一个医疗用品 民警立刻就想起来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 尸检的时候 曾经发现死者张某身体上有一个窗口 如果说这个医疗用品和死者身体上的窗口 存在关联的话 那是不是又能说明什么呢 经过相关部门给警方提供的帮助 这个医疗用品呢 很可能就是从死者身上摘下来的医疗用品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就说明在事故发生之前 张某就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做了准备了 既然做了准备 他又怎么会义无反顾的去死呢 为了找到更多信息 民警尝试通过气修厂的监控 查找新线索 但是啊 因为监控角度的问题 没有什么新进展 当民警准备离开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汽车修理工 小李 这小李就说 出事那天呢 正好我一朋友也是开大货车的 就跟在他们那车后边 得到这个消息 民警那是如获至宝啊 这小李呢 赶紧就联系上了那开大货车的朋友 很快 这位亲眼见过事故过程的证人就赶到了交警大队 目击者说呀 死者呢 是从路边冲出来的 随后大货车就撞上了 给人的感觉 这是故意撞上的 听了这目击证人的说法 民警更加肯定 这起交通事故就是人为制造的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张某的表哥杨某峰 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专案组决定派民警到死者张某的居住地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 进行更全面调查 在葫芦岛所有的大型医院 都没查到张某的救治记录 可身上的窗口又说明张某患有疾病 可是在葫芦岛的医院又没有他的治疗记录 这就奇了怪了呀 这时候啊 民警想起了一个细节 在案发之后第三天 张某的妻子孙某 表哥杨某峰 还有孙某的一个女性朋友 曾经到过尸检中心 当时孙某看见丈夫遗体 很冷静啊 一点反应也没有 但是跟他一起来的那个朋友 情绪很激动 感觉这个女的比孙某更像是张某的妻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民警就怀疑啊 这个遭遇事故的家庭一定有问题 情感上肯定是有什么纠葛 警方呢 就想查查这张某的婚姻关系到底是什么情况 在当地民政局调查取证之后 就发现张某2015年和一个姓谢的女人离婚了 两年之后 2017年6月16号和现任妻子孙某组成了家庭 而在一查孙某的这个民政局的登记档案 哎 发现孙某的前任丈夫竟然是张某的表哥杨某峰 杨某峰是17年6月14号离婚的 两天之后妻子孙某就跟张某结了婚了 也就是说 这孙某不仅是张某的妻子 还是张某前表嫂 这表哥跟表嫂离婚两天之后 这表嫂可就跟表弟结了婚了 这听着就这么乱话 那么这几个人闪电般的离婚 闪电般的结婚 为什么呀 这婚姻肯定不对劲 更不正常的是和张某离异的那个谢女士 就是出现在尸检中心的那位所谓的孙某的异性朋友 这一切到这儿似乎就要真相大白了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 案情逐渐清晰起来 这起交通肇事案背后一定是有着更大的阴谋 一般交通肇事案子家属都是找车 然后问问交警破没破案让什么车给撞了 但他们这家属来呢 不提这事就问警方什么时候给认定书啊 什么时候给事故处理的通知书啊 民警就怀疑杨某峰和张某等人呐是不是想通过碰瓷来制造一起交通事故 可通过后期的排查似乎也不是 感觉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大货车的赔偿 不是为了讹诈大货车 那冒这么大风险 自己去撞大货车去 你图什么呀 接着查吧 终于查到了张某曾经在北京某家医院进行过治疗 并且极有可能购买了相关的商业保险 原来作案动机不在大货车上 而是在这一份大额的人身意外保险上 联系保险公司 这一查张某和孙某结婚之后不到一个月 分别投保人身意外保险十一份 保险受益人就是张某的现任妻子孙某 葫芦岛的侦查小组 带着这么多的线索返回了秦皇岛 专案组就判定 杨某峰他们制造交通事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不法经济利益 这个人有这么多的反常行为 这可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了 所以警方把这个案子就移交给了秦皇岛市公安局山海关分局刑侦大队 这时候交警大队接到了葫芦岛行政部门打来的电话 他们呢想了解张某的情况 那张某到底之前在葫芦岛做了什么事 怎么也引发了葫芦岛警方的调查呢 原来啊 早在2017年7月份 葫芦岛市保险行业协会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情 保险企业赔付的几个重病医疗保险都是同一种疾病 并且这些人员全部集中在一个地点 就是葫芦岛市龙岗区 保险公司内部呢 发现不对劲了 就跟刑警大队报案 说明了这个问题 警方呢就开始进行侦查 在一调查就发现 这些投保业务的办理人都是同一个人 都是杨某峰 还有杨某峰的妻子 可以说是前妻吧 就是张某的现任妻子孙某 都是这俩人办的 杨某峰投保的人呢 很多都得了重病了 赔偿的数额呀 都很大 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 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葫芦岛警方还发现 这些投保的人里 只有一个姓张的 真正患有疾病 进行过治疗 到张某家里调查 发现和前妻已经离婚一年了 随着葫芦岛市警方的深入调查 他们就得知了 秦皇岛公安机关也调查过张某 杨某峰 还有孙某的情况 也发现了几个人闪电离婚 闪电结婚 大量投保的事实 就发现死者张某 六月份到七月份之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投了十几份人身意外险 金额全赔的时候 应该是能够拿到一千六百多万的赔偿金 如果是发生意外 那么这一下一千多万可就到了手了 这么一来警方就判断张某的行为背后 这是个长期作案的诈骗团伙 而为首的就是杨某峰 葫芦岛市公安局 龙岗分局的民警 寻找机会迅速的控制了杨某峰 到案之后啊 杨某峰也交代了 从以五年四月份到案发之前 伙同十几个社会闲散人员 诈骗保险公司一百六十多万 当民警询问杨某峰 张某去向的时候 杨某峰却一直说 不知道张某去哪了 为了调查张某的情况 葫芦岛龙岗分局 这才和秦皇岛市公安机关取得联系 秦皇岛的警方呢 也就说了 说张某啊 已经死了 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这时候双方警方这么一对 哦 这背后可是个惊天大骗局 得到秦皇岛警方提供的证据之后 龙岗分局的民警又提审了杨某峰 这回他终于说了实话了 说张某啊 到山海关 是我带他去的 并且整个车祸 是我们俩一起导演实施的 这场车祸实施之前呢 我特意看了秦皇岛的天气预报 专门选一个恶劣的天气 事故当天 我们感觉大暴雨马上就该下下来了 这才开始作案 希望暴雨能掩盖住我们这点事 可是啊 谁能想到你们公安民警这么执着 我们费尽心机 没用啊 这事查清楚之后 最终认定这不是交通事故啊 这是一种故意行为啊 那么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位司机师傅啊 哎 也就免受一切损失了 算是还给人家一个清白了 最终发生的这起交通肇事案 演变成了巨额保险诈骗案 案件也得以成功告破 不过张某为什么会选择一辆大货车主动的撞了上去 他的这个心理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随着张某的死亡 已经没有办法啊 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了 其实无外乎也就两种原因吧 第一个张某心大啊 就想着让货车撞一下 自己呢也死不了 伤的重点就重点吧 能拿到一千多万呢 不过没想到撞猛了 结果呢 人没救过来 第二种情况 就是因为张某啊 自身有病 那他会不会是想着 反正我也命不久矣了 就用我这条命换来一笔巨款 让我的家人们能够踏踏实实的享受后面的美好生活 这也是有可能的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但最终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什么 不要抱有着这种投机的思想 不要想着去钻这些空子 钻这些漏洞 你是想着机关算尽 但是这还是摸高一尺 倒高一丈 最后啊 也只能换来一场空 行了 这个案子就为您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